近日美国专家预言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中印马六甲海峡最有可能引发三战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终身talk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纷纷出场 世界其他热点地区的火药味也是愈发浓烈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重新笼罩在各国头顶上 近日美国媒体1945发表了一篇 名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起点的文章 美国专家哈里斯·卡森称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世界上最有可能爆发更大规模冲突的地方 可能并不是克什米尔或者北纬38度线等热点地区 而是亚洲最重要的航线马六甲海峡 该媒体补充分析道 中国海军目前正在进行有史以来最大的海军造舰浪潮 在短短20年内 中国海军的规模已经增长了300% 拥有各型作战舰艇360多艘 强大的远洋作战力量 使得中国海军在亚洲范围内投射作战力量成为可能 而印度面对中国海军的强大压力 也在积极推动10年计划 努力要将海军舰队规模扩充到200艘左右 中印两国庞大的海上作战力量 在扩张过程中最终将有可能会在马六甲海峡附近相遇 因此美国专家分析认为 由于喜马拉雅山脉是一条天然难以逾越的防线 考虑到中印两国当下愈发紧张的关系 中印军队若未来走向冲突 马六甲海峡显然是最有可能的地方 同时鉴于马六甲海峡对于全球经济的重要性 中印两国在马六甲海峡的碰撞 大概率会成为世界性事件 并导致以美国为首的其他国家下场 甚至近日引发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然了 美国媒体此番言论 明显是在渲染中印冲突和中印对立 美国人的话虽然有些危言耸听 甚至是阴谋论 但国防从来不激望于侥幸 任何潜在的威胁我们都不可不查 马六甲海峡的三战论 确实为中印潜在冲突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众所周知 自从1962年中国对印度边境自卫反击战 印度惨败之后 边境问题就一直都是中印关系的主要症结 但在追求和平稳定的大趋势下 双方都会比较倾向于以谈判来把控争端 以备战来稳定局势 同时发展经济和延伸军事范围 最终实现从战略形势和实力角度出发 在和平谈判和潜在冲突中 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中国经济和军事虽然最近十几年有了巨大跃升 但是仍然距世界第二第三 在美国的新印太战略中 中国在东南亚东亚的经济合作开展和军事实力延伸 其实仍处于被束缚的状态 同时海海问题的存在 使得中国海军必须在东海方向集中力量 要频繁前出岛链采取攻势 这是为什么首批八艘055大驱 其中有四艘会优先分配到北海舰队 而南海形势目前较为复杂 为了避免行高位人重必飞直 依托南海基地和庞大的巡逻舰队 采取首饰维护利益 又成了当下我们最好的应对策略 这种东攻南守 虽然可以更好的平衡主次矛盾 但同时也意味着 如果印度洋基本无敌手的印度海军 依托安达曼尼克巴群岛的地利 将手伸向马绿寨海峡 企图窥似觊予我中国南海 中国毫无疑问将在南海方向 面临更大的战略压力 因此为了确保具体与大门之外 应该继续加强海军力量建设 增强南海的军事实力 甚至在将来反过来向印度洋 派遣海上舰队 以攻为首 这对于震慑那些自视甚高 企图搅乱南海局势的萧小之途 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尽管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中印紧张关系 但见不出效只会被认为是懦弱 只有实力才能保卫和平 好 各位网友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留言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全新的注目